阿你叫用途嗎 用途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就是投資那個嘛 用案例跟你講 投資其實會有很多拿不回來的喔 之後才發現是工科公司喔 他會到時候他會 如果有問題他會幫給我就做 沒有啦今天 不是你女朋友 你女兒要投資喔 是你女兒的男朋友要的喔 對阿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出問題他會賠給我就做 你又沒有寫什麼 我我 其實很多 當然要不要是 看你啦 我們也不能阻止你喔 但是我們先跟你講一下後果是 我現在那個 在你我之前 對阿 戰友之聲阿 這不叫戰友之聲 不好意思阿 欸 有案例耶 直接網路上查到案例了 戰友之聲就是詐騙的咧 嗯 直接新聞上就有案例了耶 是發展需要的 謝謝 我看一下結果是怎麼樣 欸 不能往下 你第一個如果他是要投資的話 你要看他說 這個公司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這間公司 他只是這個名字騙你去的 今天是你連這家公司都沒聽過 還是 像我們台灣的人就是要 比如說台積電 你就知道你確實有這間公司 他有穩定的獲利什麼 那你這個連看都沒看過的 況且不是你自己投資 是你把錢交給 你女兒的男朋友 假如說他今天女兒 是需要 生病還是怎麼樣 需要用錢 那你轉過去我是覺得沒有 無所謂阿 那今天終於是說你女兒今天也不是 一致半解狀態阿 你也絕對 你會不要再跟你的女兒 討論一下說 他投資的項目 有時候還含有情感的成分 他可能跟他掉錢的時候 他也不好意思跟他說不要 講現實面一點是這樣阿 對啊就委婉的跟他講一下 開始 日前上午9點 黃信男子在本俠 借收一段銀行內稱 在澳洲打工的女兒男友有 投資的需求 要匯美金6600元到女兒的戶頭 經本所援警及銀行行員安撫 黃明情緒後 告知有可能是詐騙手法 本案系詐騙集團常用話術 警方呼籲 預案可撥打165或110查證 以免受騙 我們有一個討論的 發生的電視 進去 有一個討論的 成績